我就是喜欢的一个妹妹 鬼鬼 不是鬼鬼 摇摇 摇摇 丫头 不是丫头 大牙 不是大牙 我真的不小心踩了一条线 是谁 谁啊 出道多年的凹雀 在火星情报局节目 自爆曾违反 金爱令头连黑社会妹妹 到底是黑社会中的哪一位 在微博掀起正回忆杀 帮忙堂团的里面 还是那个黑社会妹妹团的 我还是 他还是很听老板的话了 让他不准搞男女关系 他就没有搞男女关系 我就是喜欢的一个妹妹 鬼鬼 不是鬼鬼 瑶瑶 瑶瑶 丫头 瑶瑶 不是丫头 大牙 不是大牙 黄敬怡 张子晴 张子婷 我们提到瑶瑶时 稍微沉默了一下 有不少网友就猜 该不会是瑶瑶吧 他们是绝对想不到这个人的 反正我就是踩了那个 敬爱令人那条线了 我们一群兄弟在唱歌 唱得正开心的时候 老板打来了 你到底有没有跟那个 谁在家怎么样 然后我说 怎么了 安迪哥 你现在在哪 我说我跟兄弟在唱KTV啊 哪一间 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说 我十分钟到 我马上冲去包窗外面 然后打电话给 那个女主 我说 你有没有跟 安迪哥说 还是你有跟任何一个妹妹说 这个事情传出去了 他用一个语气跟我说 没有啊 这是我们的秘密啊 当时安迪哥的刀 已经炸在这儿了 是不是 没有啊 安迪哥也没在旁边啊 果然十分钟 一到 哇 这么凶的啊 他一手把一个人 正在唱歌 抢过来 拿着麦 很凶的语气 中小犬 你再说一次 到底有没有跟那个 谁在猜怎么样 人在说谎的时候 你就会慌了你知道吗 所以当下我就 拿了一件外套 我就 我没有 对 没有 你有平门 他说 大家都跟我说了 然后我拿下来這裡的时候 真的假的 om 你真的要幹這種事情 這邊最近要的其實是AHA這個部分 他還在持續崩潰的 我要瘋殺你 然後我還嗆他說 沒有這個節目沒有我你錄不下去了 你哥真的大崩潰聽到我嗆他 後來我有一個兄弟阿瑋也是棒棒糖的 他說不要跟他開玩笑 你真的會被 然後他說一二三一起假哭 然後我們就一起 因為這個假哭我沒有被